那我个人认为 那么对于检察官来说的话 三方面的素养是必须具备的 第一的话就是政治素养 谈到政治素养的话 我觉得不仅仅说有一个高的政治站位 而且在整个一个录制 从录制开始的第一天 到你退休后的最后一天的话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还坚守当时录制第一天时候的信仰 法治信仰理想信念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实际上在每年都会由入俄检察官录制 在入俄检察官录制的那一天 我们都会请其右拳 然后手握宪法 然后进行宣誓 那实际上每次在带领我们这些入俄检察官 进行宣誓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灵魂的 一个触动和一个洗礼 然后第二个就是专业素养 那么专业素养也包括我们张教授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判断能力 还有些对于专业知识的一些学习能力等等之类 能够做好一名合格的检察官的话 专业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学习能力 学习的一个培养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如果你办理有关的金融类型的案件的话 那你必须对于金融方面的基础性的知识 你要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那如果你办理是资产权类型的案件的话 那么你要对于资产权类型的 包括是国内 包括是域外的一些国际法等等一系列 都要一定基础性的掌握 那么当然在办案过程当中 你也会接触到一些新的领域 新类型的领域 打比方虚拟货币 你如何对虚拟货币的取证 那么你要与事俱进 然后向专家 向身边的一些有专长的一些 同仁进行学习等等之类 我觉得专业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是担不起一些 重特大一难案件的办理的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职业伦理数字 我觉得职业伦理数量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作为新时代 新增层上的 新时代的检察官的话 我们除了有奋斗精神 有开拓精神以外 我们还要有相关的奉献精神 也要有相关的一些底线意识 正如张教授刚才所说的 哪些作为检察官 哪怕你是刚刚落的检察官 你是能做的 哪些你是不能做的 不是说有一些 一些不适当的一些指令的话 你是必须接受 你要有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那如果突破有关的底线的话 你应当是对所有的人都说一个子 No 是应当是严厉的进行拒绝 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本性 本色 即使我们是在俐身 Clo 但是不要太厉害了 不愧是一种 如果你们再不想